我被一个十岁的孩子上了一课 前几天呢 因为做生意资金重转不开 我呢就准备去我同事家借五万块钱 没想到我同事没有借给我 反倒被他十岁的闺女给我上了一课 我刚到他家呢 就跟我同事说了借钱的事 还没等我同事说话呢 他女儿就来了一句 阿姨我有钱 我借给你五万 我当时听了 我肯定觉得这孩子在开玩笑呢 一个小孩子上哪弄五万块钱去啊 我说你这小丫头 别瞎闹啊 我正跟你妈妈聊正事呢 我同事呢一句话也不说 就在旁边看着我笑 然后他闺女说 阿姨我没有骗你 我真能借你五万 但是我不能白借的 你要给我利息的 还没等我说话呢 这孩子就跑到房间 真的拿出了五万块钱 我当时就有点懵圈了 下巴都惊掉了 没想到我活这么大 我还不如一个十岁的孩子 然后呢 我还假装镇定的跟我同事说 我说你借我也给你利息 这还整个孩子跟我要利息 你心眼可真够多的 这个时候呢 他女儿就说了 阿姨你误会了 我妈妈从小就让我看书 教我如何使用每一笔钱 假如我有两千块钱 我会把它们分到四个盒子里 第一个盒子呢 叫奉献 要把它们存下来 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第二个盒子呢 叫储蓄 就算你赚的少 哪怕只有一块钱也没有关系 只要有了这个习惯 慢慢的就会越攒越多 第三个盒子呢 叫投资 我同学的父母呢 都会给他们零花钱 但没有教他们如何管理钱 所以他们周一拿到的零花钱呢 到周五的时候就已经花完了 然后周末想出去玩呢 又没有钱了 我就把钱借给他们 但不能白借的 要收取一些费用的 就这样呢 我的钱越来越多 然后到下个周末呢 像你借钱的这个同学又没有钱了 不止他来借 他也会和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借 这样到毕业的时候呢 我就积累了一笔财富 而那些不会管理钱的同学呢 就欠下了一屁股债 第四个盒子呢 叫消费 当我把所有的钱都规划好的时候呢 那么剩下的钱呢 我就可以尽情的去享受 做好了钱的规划 我就变成了有钱的人 听完了他的话 我迟疑了五分钟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强忍着尴尬跟我同事说 我说你这孩子你咋教育的呀 这长大了一定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 然后呢 这小丫头笑着说 阿姨啊 我也不是天生就这样 我也是看书学习的 我妈妈从小就让我看这本书 叫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三十八封信 她将自己传奇的一生 写成了三十八封信传给了儿子 从而打破了付不过三代的铁律 王健林买了这三十八封信 当做二十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了儿子 李嘉诚长治枕边奉为家教圣经 比尔盖茨更是逢人就推荐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他们唯一的偶像 这个人就是洛克菲勒 然后我拿着五万块钱和这本书回去了 没想到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比如在第一封信中 他就告诉约翰 要想抓住人心 不要总做聪明人 要将你的聪明隐藏起来 越聪明越要学会装傻 所以今天我也强烈推荐您也要看完这本书 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 这本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三十八封信 是他一生的智慧精华 无论在创业社交 事业赚钱 文人处事等方面都提出了宝贵的人生忠告 价格不贵只需要九块九 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获得 让您和孩子快速掌握财富的密码